今天要给你讲的这本书叫《华丽家族》 顾名思义啊 讲的是一个家族的故事 这是哪个家族呢 副标题说得很明白 六朝陈俊解释家传 所谓六朝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长江以南建国的六个政权 分别是三国的吴国东晋 以及南朝的宋齐良臣 四个朝代 所谓陈俊是一个地名 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周口市附近 陈俊解释就是当地一户姓谢的大家族 东晋时期指挥军队赢得 匪水之战胜利的宰相谢安 以及他的侄子谢玄 还有著名的大师人谢灵韵 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 这本书的作者叫肖华荣 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 作者把谢氏家族称为华丽家族 有两层意思 一来呢 谢氏家族是一个政治贵族啊 除了不少高级官员 二来 谢氏家族还是一个精神贵族 他们崇尚老庄玄学 向往山水田园 风花雪月 这本书致力于展现他们作为精神贵族的这一面 就打谢氏来说啊 他有一个外号 叫做风流宰相 就是说呢 他不拘小节 向往自由和洒脱 谢氏爱好音乐 即使是在国丧期间 他也公然违反礼法 在家里听歌技奏乐 后来啊 大师人谢灵韵 又开创了著名的山水师派 就是将山水风景 作为师歌的题材 中国师歌的面貌 由此焕然一新 唐代一些著名的山水师 比如说王维的 明月松奸兆 清泉时尚流 孟浩然的 野矿天低树 江青月尽人 就都是受到谢灵韵的影响 你看 谢氏家族 可以说是魏晋明氏的典型代表 崇尚玄学 充满文艺气息 不过呢 谢家历史上的第一位名人谢恒 平时却是一本正经啊 恪守儒家礼法 从谢恒的儿子谢坤开始 谢氏家族 逐渐就变成了后来那副样子 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 谢氏家族可以说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变迁的缩影 在这一时期啊 中国文化取得了一个突破 这被称为哲学的突破 具体是指 思想上突破了儒家的教条 开始探讨宇宙的本源 人生的意义 于是就有了玄学的兴起 谢氏家族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啊 谢坤 开启了谢家崇尚玄学的门峰 而谢安 又升华了玄学的境界 甚至凭借着玄学建功立业 谢灵运则是将哲学的突破 引入了文学领域 开创了山水师派 今天我就通过谢氏家族的历史 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带你回顾这场哲学的突破 第一 谢氏家族是怎样从一个儒学世家 转变为玄学信徒的 第二 风流宰相谢安 怎样推动了玄学的升华 第三 谢灵运又是如何将玄学引入文学领域 开创了山水师派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啊 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位谢氏家族当中的名人啊 一个比一个风流倜傥 狂放不羁啊 但是呢 谢氏家族当中 有据可考的第一个重要的人物 居然是一位严守儒家教条的传统士大夫 这位谢氏先祖 名叫谢恒 和那些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四世三宫的世家大族相比 谢氏家族的发迹并不算早 他出生以后不过十几年 西晋就建立了 谢恒在晋朝呢 被称为朔儒 就是知识丰富的儒家学者 有意思的是啊 他的儿子谢坤 却是一位热衷玄学 放荡不羁的人 仅仅过了一代人 就会产生这么大的文化差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从谢恒说起啊 谢恒在历史当中的第一次两项 是因为西晋朝堂上的一次争论 当时呢 大臣们为了一个问题是争得面红耳赤 这个问题就是 晋朝的史书应该从哪一年开始写 主要观点分为三派 一派呢 主张从司马懿当上了太傅 与大将军曹爽共同执政那一年写起 这是司马家族进入权力中心的开端 而另外一派主张从司马懿发动政变 铲除曹爽势力的那年写起 这是司马氏独揽大权的开端 第三派认为 应该从司马延正式登基这一年开始写 认为呢 这样才算是名正言顺 谢恒当时主张的也是这一派观点 在他看来啊 司马延登基以前 司马家族就算是势力再大 这名分上呢还是臣子 所以只能把司马延登基作为进朝历史的开端 由此可以看出 谢恒恪守儒家的道德规范 他的官职也证明了这一点 谢恒后来做到了国子祭九 就是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 可以想见啊 谢恒这个人精通儒学 熟悉礼 为人严谨 循规蹈矩 但是 历史往往出人意料啊 谢恒的亲生儿子谢坤 却自由洒脱 放荡不羁 谢坤的邻居是一位美貌的姑娘 经常呢 在窗边织布 谢坤有一次就在窗口挑逗她 那个姑娘就用织布的梭子 砸她 当场 砸掉了她的两颗纹牙 很多人都拿这事啊 笑话谢坤 谢坤呢 却不当一回事 那为什么谢恒和谢坤父子 他们的习性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这不是个人问题啊 而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司马延篡夺曹魏政权以后 认为曹魏的灭亡 是由于曹家根基太弱 所以吸取教训 大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 他以为这些同姓王 都是司马家的人 一定是能够同舟共济 长之久安 没有想到 面对权力的诱惑 亲情纽带 脆弱的不值一提 司马延去世以后 敬惠帝司马忠即位 司马忠是个白痴 他的皇后贾南风 却充满了权力语 为了独揽大权 贾南风先是勾结诸侯王 杀死了辅政大臣杨俊 接着又杀死了太后 甚至还杀掉了唯一的太子 因为太子并非他所生 那这个时候 皇位就失去了法定的继承人 于是各地诸侯王 先后起兵争夺最高权力 这就是著名的八王之乱 可以说八王之乱 彻底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生态 司马家族本是一个儒学世家 司马炎为了稳定秩序呢 一向是重视儒家立法 在西晋建立后的十几年当中 儒学颇有其色 但是在八王之乱当中 司马家族的诸侯王们 纷纷犯上作乱 骨肉相残 儒学标榜的忠孝结义 礼仪廉连耻 统统统被扔在一边 社会的精神信仰就此崩溃 士大夫的风气也因此而转变 开始远离儒学 蔑视礼教 崇尚玄学 任性放纵 你可能会问了 远离儒学 为什么就会崇尚玄学呢 儒学和玄学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儒学和玄学的区别 就在于儒学关注的是现实的社会问题 而玄学呢 却更加关注纯粹的哲学讨论 危机民事们经常在一起 讨论高深的哲学问题 比如宇宙的本源是有还是无 运动和静止 哪个才是永恒 类似这样的讨论 被称为清探 而更重要的是 玄学还提出了一组矛盾的命题 这组命题在中国文化当中非常有名 叫做明教和自然 明教呢 就是儒家的礼法 自然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欲望 竹林七贤之一的姬康就曾经说过 儒家礼法压抑人们的欲望 而欲望本就是符合自然之力的 所以放纵欲望 解放个性 这是天经地义的 基于这种思想 信奉玄学的魏晋明士们 经常做出违反礼法的举动 比如明师阮吉 很敬重她的嫂子 有一天呢 嫂子要回娘家探亲 她就主动前去与嫂子化别 这在当时是不合书嫂之礼的 要受到人们的嘲笑的 但是阮吉却毫不在意 还说了一句名言 礼法 难道是为我背而设的吗 请注意啊 这句话在金庸小说 《射雕英雄传》当中啊 成了东邪黄药师的口头禅 金庸在塑造黄药师 这个人物的时候呢 就是参考了魏晋明士的形象 所以 士大夫远离了儒学的礼法 自然就会向往玄学所推崇的自然 当时 很多士大夫经常聚在一起 劈头散发 一丝不挂 开怀痛饮 谢坤 就是在这种风气中 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那很自然了 他也就成为了玄学的信徒 玄学的诞生背后 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就历史而言呢 儒学到了魏晋时期 已经非常僵化和保守了 世人阶层开始寻求思想上的出路 而就现实而言 魏晋时期的政治形势 非常的险恶 先有司马家族与曹氏清贵 争夺权力 后有八王之乱当中的骨肉相残 诗人阶层就主动的追求 放荡不羁的生活 避免卷入政治漩涡 同时也是对于司马家族的虚伪行径 进行无声的反抗 谢坤就是其中的一员 所以从谢衡到谢坤 谢士门峰的转变 是时代风气的一个缩影 八王之乱 使得整个北方陷入了战火 在混乱的局势之下 很多士大夫选择渡江南下 躲避战乱 谢坤也是其中的一员 于是谢家在江南开始了新的历史 谢坤开创的门峰 由他的子侄备们继承了下去 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就是谢安 谢安也是选学的信徒 但是他的形象却和其他的清坛民士不太一样 有四个字叫做清坛误国 就是说的 民士们只顾清坛不理国事 害得西进忙了国 谢安非但没有误国 还作为总指挥赢得了肥水之战的胜利 保住了东晋的江山 那么谢安为什么能够成为清坛民士当中少见的例外呢 这是因为谢安提高了玄学的境界 将玄学生化为内心的修为和领导的艺术 那下面我就来给你讲一讲 谢安是怎样推动玄学的生化的 谢安是谢坤的侄子 谢家在西进时候 地位其实并不算高 之所以能够在东晋时期崛起 主要是因为谢安的父亲谢侯 曾经给东晋第一任皇帝 也就是禁元帝司马瑞做过幕僚 后来呢 司马瑞南渡长江 在士族的支持之下建立了东晋 谢侯作为从龙之臣 自然也就清运之上了 谢氏家族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了 谢安的兄长谢上 弟弟谢时等人都相继出来做官 谢安却不愿意为官 在朝廷的召唤之下 勉强做了一个多月的官就辞职不干了 逍遥于山水之间啊 他不愿意待在都城建康 干脆就搬到了会计 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一带 当地有一座名山 叫做东山 风景优美 谢安在这里造了房子 住了二十年之久 谢安也是因为玄学信徒啊 玄学往往和清潭联系在一起 谢安也的确是清潭的高手 在隐居东山的二十年当中 谢安和一批名士频繁来往 主要的活动就是清潭 一次啊 他和朋友们在名士王蒙家里清潭 讨论庄子当中的渔夫一闻 这篇文章借一位渔夫之口 表达了庄子对于真性情的向往 当时有一位名叫支顿的高僧啊 首先发言 讲了七八百字 是有理有据 大家纷纷叫好 其他人呢也各自讲了一通 最后轮到谢安了 他引经据典 侃侃而谈 大约讲了一万来字啊 见解读道 文词华美 顿时与经思作 作为清潭高手的谢安 为什么没有因为清潭而误国呢 因为在谢安这一带啊 谢家虽然仍然崇尚玄学 但门风又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那就是不再将人情与儒家礼法对立起来 而是追求两者的平衡 谢安的堂兄 也就是谢坤的儿子谢尚 对于这两者的关系呢 有过一番很重要的议论 当时因为战乱 很多人与父母分离 父母生死未卜 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 一个人如果不能为父母尽孝道 那应不应该出来做官呢 按照儒家的礼法 这是不应该的 但是啊 当时很多人认为 非常时期 这种人出来做官也无妨 谢尚却认为 儒家的礼法 都是根据人情制定的 一个人与父母分离 心中悲痛 方寸大乱 即使出来做官 又怎么能胜任工作呢 有良知的人 绝对不会与父母分离 还向往仕途 朝廷强迫这些人出来做官 是既违背礼法 又违背人情的 你看 谢尚并没有把人情和礼法 对立起来 而是认为 礼法源于人情 两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那么玄学 是否就从此消亡了呢 当然不是了 他在谢家子弟身上 已经从外在行为上的 荒诞 转变为了内在精神上的修为 楚变不惊 逍遥自在 这一点在谢安身上 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有一次与朋友坐船出海 忽然呢 刮起了大风 波涛汹涌 船上的名士们啊 都十分的惊慌 失去了往日的风度 只有谢安 从容镇定 和平常一样 吟诗长笑 于是朋友们都很钦佩 他的气度啊 谢安的这种从容气度 就是源于玄学当中 对逍遥的追求 所谓逍遥 本质上就是 不受外物的干扰 保持内心的自由和豁达 谢安的这种气度 是他日后能够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 谢安四十岁那年 终于是走上了师徒 当时谢家出了一件事 谢安的弟弟谢万 出兵北伐 结果大败 谢家也面扫地 地位开始下降 于是 谢安终于走下东山 应征兮大将军 桓温的邀请 在他的手下 做了司马 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 这就是所谓的 东山再起 桓温手握重兵 对谢安很器重 但是桓温野心勃勃 他计划先通过北伐 树立威望 然后篡夺皇位 所以谢安就想远离 这个是非之地 正好当时谢安的弟弟谢万 病逝了 谢安就趁机以奔丧的名义 离开了桓温 进入了朝廷 一步一步做到了 吏部尚书的高位 到了公元373年 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桓温北伐失利 损失惨重 为了重振威信 他就率军入京 废除了当时的皇帝 改立丞相司马裕 为皇帝 史称 晋简门帝 第二年简门帝病危 太子年仅十岁 桓温就派人 胁迫司马裕立下遗诏 让自己效仿周公摄政 当代理皇帝 司马裕正打算照办 却被谢安和另外一位大臣 王坦之卷祖 收回成命 桓温知道以后 十分恼火 同年 简门帝病逝 太子即位 桓温再次率军入京 朝廷命令 谢安和王坦之 率百官去迎接 这个时候 有传言说 桓温打算杀死 谢安和王坦之 王坦之十分惊恐 谢安却从容地说 晋朝的存亡 就看今天了 到了桓温的军营 谢安一眼就看出账后暗藏埋伏 他仍旧从容上前 见到桓温以后 直接问道 你怎么如临大敌 在账后设下了埋伏呢 桓温尴尬地说 怕有变故 我这也是不得已 于是下令撤去埋伏 这个时候 王坦之已经吓得汗流浃背了 谢安和桓温谈笑风生 桓温始终没敢下手 此前有人争论过 谢安和王坦之的高下 至此 终于建出了分晓 就在同一年 桓温病重 不久去世 一场危机 终于因为谢安的机制和镇定 而化解了 谢安呢 也因此收获了更高的声望 不久就被任命为宰相 后来又总览朝政 走上了权力巅峰 谢安在仕途上一帆风顺 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将玄学生化为内心的修为 拥有了楚边不惊的从容气度 这种气度在后来的肥水之战当中 获得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展现 就在谢安总览朝政的这一年 福坚建立的前秦政权统一了北方 后来又调兵遣将 打算进攻东晋 公元383年 福坚不顾群臣的反对 率领清国之兵大举南下 与东晋决一死战 东晋朝廷以谢安为征讨大都督 权权负责对前秦的战争 东晋的生死存亡 戏与谢安一个人身上 这个时候 东晋朝野弥漫着一股恐慌的情绪 当时的荆州刺史环冲 见敌众我寡 怕京城建康守不住 就从自己的部队当中分出了三千精兵开赴京都 听从谢安的调遣 谢安却没有接受 他说啊 荆州是上游重镇 三千精兵还是回去镇守荆州为好 环冲觉得谢安这是故作镇定啊 叹息道 谢安不懂军事 又喜欢清潭 看来我们都要成为王国奴了 大敌当前谢安依旧说说笑笑 他任命弟弟谢时为元帅 指挥前线战士 又任命侄子谢环 美先锋 与其他几名年轻将领 一同率军八万 开赴前线 谢环在出征前夕 有些沉不住气了 再三问谢安 这仗该怎么打呀 谢安却拉着谢环 下起了围棋 谢环的棋数 原本比谢安高明 却因为心神不宁 连连失手 谢安笑道 你怎么这么心不在焉啊 谢环恍然大悟啊 谢安这是在暗示他 要冷静沉着 到了晚上 谢安见谢环心神 已经安定下来 这才告诉他具体的作战部署 于是谢环带着谢安的嘱托和期望 向战场进发 公元383年12月 东晋与前秦在肥水展开决战 肥水是今天安徽寿县南部的一条河流 东晋军队人数虽少 但是呢 训练精良 团结一心 前秦军队人数虽然多 但是大多是临时拼凑的 缺乏斗志 最后 前秦军队是兵败如山倒 捷报传来的时候 谢安正在和客人下围棋 他接过捷报 看了一眼 就漫不经心地搁在旁边 继续下棋 等到一局终了 客人才问 刚才有什么消息啊 谢安淡然地说 孩子们把敌人打败了 等到客人告辞以后 谢安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在跨过门槛的时候 折断了木基底下的尺 自己却都没有发觉 东晋在肥水之战中的胜利 固然和天时地利人和多种因素有关 然而谢安在这其中啊 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他凭借过人的精神修为 能够临危不乱 这极大的稳定了军心和民心 这种修为背后 又体现了谢安对于玄学的升华 对于玄学所追求的逍遥境界 谢安并没有理解为行为上的荒诞不惊 而是理解为内心的超然物脉 触变不惊 谢安喜欢清谈 但是却能够建功立业 可以说是未尽民事当中罕见的人物 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风流在相 《飞水之战》以后 谢安的声望如日中天 功高震主 难免会招来皇帝的猜忌 谢安为了保全自己 尚书要求离开朝廷 镇守广临 皇帝司马耀立刻批准了 谢安上任不久就病倒了 并在同年八月病逝 享年六十六岁 谢安推动了玄学的升华 但这毕竟更多的是他个人的行为 能够达到他这种境界的人物 毕竟是少之又少啊 一种哲学思想如果要产生更大的影响 往往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 比如佛教的思想很高深 我们一般人可能了解的不多 但是我们可能都听过禅宗六祖慧能的那首禅师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通过这首小诗 我们对于禅宗的思想 多少能够有所体会 玄学也是如此 他对中国文化的最大影响 也是通过文学 这就要说到谢家的又一位杰出人物 文学家谢灵韵了 谢灵韵是谢玄的孙子 他一生在政治上没有太大所谓 成天是游山满水 尤其在浙江的快级永家一带 是流连忘返 秀丽的山光水色给了他灵感 他将玄学的意境融入了诗歌 创造了山水师 这个新的诗歌流派 山水师对后世影响深远 很多会智人口的唐诗名句 都是受到了谢灵韵的启迪 其实在谢灵韵展露头角之前 玄学对于诗歌就已经产生了影响 当时流行一种体材 叫做玄言诗 玄学的玄 语言的言 玄言诗说白了就是用诗来讲述玄学的哲理 整首诗就是一篇干巴巴的小论文 比如玄言诗的代表人物孙绰 有一首诗 里面一上来就是这么四句 大谱无相 钻之者显 玄风虽存 威言迷言 大意是说呢 老子追求的道是虚幻无形难以琢磨的东西 所以呢 钻研他的人很少 这种玄妙的东西虽然一直存在 但是其中的道理却一直没有被发现 你看 这哪有一点诗歌的意境啊 所以后世对于玄言诗的评价很低 在修订诗集的时候呢 也很少把玄言诗给编进去 而谢灵韵却另辟蹊径 他抛弃了玄言诗这种直接说理的形式 保留了玄学的意境赋予到山水之中 山水和玄学有什么关系呢 古代的士大夫如果选择远离官场 往往会纵情于山水之间 所以山水呢 就意味着自由与豁达 正与玄学的意境相契合 而且山光水色没有经过世俗的沾染 也符合玄学当中对于自然的追求 谢氏家族又向来与山水有缘 前面提到的谢坤 曾经将自己与当时的 另外一位重臣于亮做比较 他说在朝堂上为百官做表率 我不如于亮 继情山水之间 于亮却不如我 谢安也曾经在东山 隐居了二十年之久 冥冥之中似乎早已注定 谢家会诞生谢灵韵这样的人物 去创造山水师 这样一个全新的流派 山水师的最大特点 就是将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在谢灵韵之前 诗歌里也经常会出现山水的意象 比如诗经里就有这么一句 叫做山有福苏 喜有和华 意思是说 山上长着茂盛的福苏 池塘里长满了美丽的荷花 你看啊 有山又有水 但是这里对于山水的描写呢 只是诗经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之一 也就是复笔星当中的那个星 所谓星啊 就是用一些景物描写作为话筒 引出诗歌的主要内容 这些内容要么是抒情研制 要么就是叙事说理 总之 山水本身并不是主题 但是在谢灵韵的诗里面 山水却成为了主角 他以生花妙笔刻画山水 留下了大量的家具 比如 他写秋日的河畔景色 野矿沙岸静 天高秋月明 空旷的野外 原野空旷 沙滩洁净 天空高远 秋月明朗 再比如 他写春日的山巒景色 春晚绿野绣 盐高白云屯 晚春时节 原野碧绿 山上岩石高耸 白云朵朵聚集在风顶 不过 请注意 谢灵韵可并不是为了写山水而写山水 他的这些诗句当中 流露出渴望逃离世俗 回归自然的情怀 这种情怀 显然是散发着玄学的气息 其实谢灵韵山水诗的结尾 经常都是在表达他向往出世 渴望隐居的心情 比如他有一首诗 叫做《灯池上楼》 那里面先是描写了山水风景 最后呢 用四句诗 做结尾 所居亦永久 离群难处心 池操起毒谷 无闷争在今 意思是说 人们总是耐不住寂寞啊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就很难平静自己的内心 难道只有古代才存在那种 品德高尚 甘于隐居的人吗 今天也有这样的人 那就是我 谢灵韵 山水诗中 蕴含的玄学精神 在这里 已经展露无遗了 谢灵韵曾经有过一句名言 天下文才 如果有十斗 曹植可以读得八斗 我可以分得一斗 天下人 共分剩下的一斗 这就是 才高八斗的由来 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并不在曹植之下 他的山水诗 为当时的文坛 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 引起了世人的纷纷效仿 于是山水诗 终于取代了 面目可憎的玄言诗 成为了诗坛的新风潮 中国诗歌 也因此迎来了新局面 山水诗 在唐代 又获得了新的发展 变得更具神韵 王维 将禅宗的审美 引入山水诗 创造了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 独特意境 当我们读到 明月松奸照 清泉时尚流 这种绝妙好词的时候 不能忘记 谢灵韵的开拓之功 而这种开拓 又源于玄学与文学的交融 玄学也因为这种交融 而永远活在动人的诗篇之中 谢灵韵用一支笔 为谢氏家族争得了光荣 但是 他却无法挽救自己的命运 他平时我行我素 口无遮拦 得罪了权贵 被权贵陷害 最后在广州被处死了 谢灵韵之词 对于谢氏家族而言 是一个不祥之兆 谢氏家族在玄学影响下的自由人格 只能在皇权相对弱小的东晋初期 才能保持 而在武将出身的刘裕 建立了刘宋王朝以后 皇权逐渐恢复 这样的自由人格 必然不能为人所容 谢灵韵恰恰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他的结局注定是悲剧 到了南朝最后一朝 也就是陈朝的时候 谢家已经传到了第十一世孙 谢真的手上 谢真自由学习儒家经典 十三岁的时候呢 已经通晓了儒家武经的药义 这表明 谢家又开始摆脱玄学 回归儒学了 这也是时代的大势所取 因为皇帝更加希望陈子们 恪守儒家礼法 而不是成天向往自由 正是在谢真这一带 谢家蒙受了奇耻大辱 陈朝的皇室子弟陈淑玲 为了安葬自己的母亲 竟然挖开了信安的坟墓 把棺材和尸骨随处乱扔 谢真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但是呢 却敢怒不敢言 这件事是谢氏完全没落的象征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谢家这个华丽家族 死后也就默默无闻了 但是谢家与玄学的不解之缘 以及这个家族 为哲学的突破所做的贡献 永远载入了史册 好的 这本书就为你讲到这里了 下面呢 来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 谢氏家族与玄学有着不解之缘 因此推动了哲学的突破 也就是突破了儒家教条 开始探索宇宙本源和人生意义 谢氏先祖谢恒 本是一位传统的儒学士大夫 但是在西晋时期 由于司马家族的虚伪行径 和巴王之乱的血腥斗争 从谢恒的儿子谢坤开始 谢家开始抛弃儒家的礼法 推崇玄学的自然 这也是当时社会风气变迁的缩影 第二 谢氏既爱好清谈又能建功立业 这是由于他将玄学化为了内在的精神修为 也就是超然外物 处遍不惊的精神境界 从而推动了玄学的升华 第三 谢灵韵推动了玄学与文学的融合 创立了山水诗派 这使得中国的诗歌 从此迎来了新局面 对唐诗影响深远 同时也使得玄学 永远活在了动人的诗篇之中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了 谢谢大家